今天是个大晴天 前天下了雨 昨天是蓝天白云 今天就是晴天 一片云彩都没有 今天我们到银滩的东部的西边 有一个小区 叫做林海一家 这个小区我们曾经去过几回 就是在咱们现在看到的淮河路一号 旁边这个高楼的西面 这个高端小区的旁边 有这么一个小区 有个朋友说一套房子 让我们拍一下 我们就过来了 这个小区对面是高尔夫球场 然后高尔夫球场过面 就是咱们银滩最原生态的沙滩 叫做仙人湾 仙人湾海水特别的清澈 被人为破坏的最少的一个 港湾非常美 这就是马上就到了林海一家 这个小区有一个我特别尊敬的大姐 80多岁了 其实阿姨 阿姨辈的 这个叫做老师千 也叫老万 特别喜欢拍摄作品 这是林海一家 林海一家 这边还有一个江苏南京的宋 咱们一走进小区 就看这么多的姐姐们在锻炼身体 坐着这个健身操 在他们小区中间有一个 深泉这个地方 侧居侧品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个人 七千女 看着小区的一楼也挺不错的 这个许多家里 这个门前都种的是这种菊花 现在是菊花正开始 我曾经记得在这里 还采访过一个 80多岁的一个 80多岁还是90多岁的一个老人家 在锻炼身体 后来呢 我又到他们家 他家住的一楼 采访过他 哎呀 现在这个叫 这叫什么 红极 红极吧 还叫 叫什么果 火极果 这个小区啊 这棵芋兰树啊 特别的高大 现在叶子呢 还基本上是绿的啊 像我们台阳立湾小区 这个芋兰树呢 都已经叶子都基本上漏完了 这边有个大姐啊 大姐好 北京大姐啊 我没我没见过你 我见过您家 我不是这家的 你不是这家的啊 他们走了吗 走了是吧 你是楼上的邻居 帮他打理一下花园是吧 真是好邻居互相关照啊 他们家这个老哥 我拍过好几次 老同志 老同志对 需要帮助 需要帮助 真漂亮 他们家这个花园 布置的多漂亮啊 前面有花坛 是啊 他挺能捣鼓的啊 弄的是不是假山啊 假石的 有文化是吧 你看 闲人小院 租去人家 他今年不回去了吗 自己写的 闲来无事 院内关于品茶 茶于饭后 这篱外 篮景 赏花啊 咱们今天过来是 要看一套这个房子啊 这套房子呢 是 业主要卖啊 找我过来给他拍一下 也就是这个邻居吧 咱们先进来看看 家里还有一棵这个叫做石榴树啊 这个小红石榴 挺大的啊 都熟了 也没人在啊 院里边啊 咱进来 感觉这个窗户 好像是换过吗 还是什么 这个是不是都是这样子的呀 都是这样子的 但是那个杀 金刚杀窗的 肯定是新换的啊 好像断桥底新换的 那进来啊 这阳台啊 阳台 他这阳台呢 非常宽啊 非常宽 有一二三 三四 应该四十吧 三四十二 哎呀 我估计将近有两米那么宽的 应该是六十这个钻 五十 五十三五十五 一米五 一米六 一米七 这是他的一个大卧室啊 这个大卧室是连着这个阳台的啊 连着阳台的 有一个 一米 这一米八 还是一米五 应该一米五的一个双人床 啊 还有空调的 这个房子呢 建筑面积 我听这个房东说呢 是82.7几啊 82.7几啊 这是他的厨房 这个厨房呢 也是带窗户的啊 看看啊 这个做饭 这个台面很清洁啊 很干净啊 七点 都有啊 这是一个 什么 叫做 我也叫上什么了 可以直接当个饭桌吧 啊 这是 这是饭厅的位置啊 咱们拐过来看看啊 这个房间是他的客厅 啊 客厅 客厅特别的宽敞啊 非常宽敞 哎 大姐 您说你这房子这么好 为什么要卖呢 这是原先给老人住的 现在老人不愿意来了 老人来不了 要卖了 要卖了是吧 哦 我觉得房子 一楼带院的 真是挺好的一个房子 是吧 一楼带院 你住的地方方便 对 这两个 这两个这个座椅还蛮新的 嗯 就这个 因为当时我一住的时候 特别仔细 呃 屋里住的也干净 对 屋里干净啊 这个院大 你看这个院我居有40多平米 反正你们这个小区的院 比我们小区院大 50平 50平 哎呀 那真真漂亮 我们是30平 我们家的30平 我们的大 你们的大啊 哎呀 采光好 你的阳光都晒这来了 是吧 现在是11月7号 11月7号啊 这个是 呃 我看看这个怎么个格局 哦 这是有一个 储藏室是吧 哎真不错 房间里有个储藏室啊 挺不错的啊 这个储藏室是不是挺高的呀 对 哦 可以放一些 一些东西 对 可以打成医厨都可以啊 对对对 对 我看这是 这个地方是 这个地方是卫生间啊 有个专门 有个专门放洗衣机的地方 对 那也不错 然后这就是卫生间啊 也是 明媚啊 有大大的 这个玻璃啊 大窗户 咱们厕所啊 有一个这个海尔的 这个热水器 这是它北屋啊 小窝 小窝室 小窝室也很干净啊 小窝室呢 它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窗户呢 和客厅 和 还连在一起呢 其实和餐厅连在一起的是 和餐厅连在一起的 我现在拍片子 我都不问多少钱啊 我 我不管它多少钱啊 这个窗户很大 您这个 如果说要卖的话 怎么和您联系呢 给我打电话就行 您电话怎么联系啊 186 186 6933 6933 0377 0377 您贵姓呢 我姓王 王大姐啊 行 咱们要感兴趣的朋友呢 就可以直接和这个 王大姐联系啊 这个价钱 你们自己砍 自己谈啊 我一般拍片子 我不管 我不管价钱啊 你们自己谈 跟我没关系了 我就拍片子啊 我看都看过了吧 这是 我看 这是大门 咱们看看大门吧 这大门呢 感觉是比我们 普通的大门要宽一些啊 叫子母门啊 哦 我看 从这个门出去看看啊 哎 出去了 进楼到了 这是一梯两户的啊 一梯两户 看这个户户啊 都是这种 大理石的这种石板啊 作为这个楼的 而且这个 咱看啊 这个楼梯 和一楼呢 大门呢 它有这个 有一米多的这个挑高啊 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呢 呃 它隔 隔潮啊 隔潮比较好一些 有些小区啊 咱们银潭也有个别小区的房子呢 它一楼呢 是直接建在地面上 这样的话 它就 它没有防潮城 这样的话 住起来一楼住起来就不可爱了 因为它容易潮湿嘛 而这垫起来的一米 一米来高吧 无计这个地面和那个 这个 咱们屋里的地面啊 和外面呢 有一米都高 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起到一个 煮潮的作用啊 咱们也可以看看 那个墙角啊 墙角 看不到什么 这个 痕迹吧 看不到这个 发霉的痕迹 是吧 看看有没有发霉的痕迹 非常干爽 非常干爽是吧 对 挺不错的房子 我在院子里看一下吧 从这个角度 就看看院子啊 这里还放了一个 大的双缸洗衣机啊 这个双缸洗衣机 现在来说的话 算是古董了啊 然后这个 都铺好的石头的 这个梯子啊 两边都有扶手 这边还有一个小门啊 咱们看看这个 两边都能种 种些东西啊 两边都能种东西 像这边 开垫出来这一块地 可以种种蔬菜 种点花都可以啊 然后咱们再看看邻居家啊 这家 多宽敞啊 其实一样大的房子啊 一样大的房子 养了两只狗啊 看看这个 他家这个亭子 同样啊 这个这家呢 也能搞个很好的亭子 而且前面呢 就是这个 有一个花坛吧 小区的花坛 其实也可以把它美化起来啊 种点东西 也能成自家的啊 就是给公家种 终于和大家共赏吧 看看啊 再看看这个 这个楼是几层呢 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五层啊 总共是五层啊 这个楼啊 五层 楼层不算高 一二三四五五层 没有阁楼好像啊 这个楼是这样子的楼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啊 这个叫做 什么小区呢 林海一家小区 这一套啊 八十 将近八十三平米的一套房子啊 感兴趣的朋友啊 可以直接联系啊 因为银滩呢 这个一楼带花园的房子呢 还是蛮抢手的啊 哎 我突然发现一个东西啊 这家 这个在门口呢 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呢 种了一棵 这个叫做 叫做叫什么呀 这个我也不知道叫什么了啊 一直盘 盘到四楼 一到四楼去啊 林消花 可能是林消啊 如果喜欢就留着 不喜欢呢 可以把它裁了 就算了